學習的話,第一個啦,我是建議就是說 你至少要取得一個正確的版本 那第二個的話呢,一定要 每一行每一個字 都是要徹底的完全了解 而不是說你都似懂非懂的 因為如果你每一行都了解的話 其實之後只要發生一個任何的BUG 那你大概就可以猜出 哪個地方是出錯的 那也就是說你就可以馬上知道 改哪個地方 就可以解決你發生的問題 OK 有沒有 其實有的時候同學發生問題 我一看大概也就知道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真的是每一行 都知道到底在寫什麼 不是用混的 我發現有些同學 直接複製貼上 然後不管 程式可能也沒有完全了解 可能就比較容易產生就是說 出現問題 你會 找不出問題的點 出來 OK 所以其實 當然 我是建議如果說你對於我們之前講的程式 只要 你有一點點不懂 沒關係 你可以問 或者你可以去查 或者可以找相關的書籍 來了解 把你比較不熟的部分稍微再學習一下 我想你以後再掌握這些 技術的話 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另外的話 我是建議 你還是要多多的去練習 找一些相關的網站 你去試試看 如果每個網站 你通通可以把 網站上面你要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表示說 你應該是真的沒問題 以後的話 真的可以 不需要人工 也可以把大量的網路資料 給取下來 然後 後續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 針對 你要的資料 做統計分析 然後 給他一個 一個規則 一個公式 得到一個結果 化成圖報表 幫助你做決策 甚至可以自動幫你決策 也都沒問題 只是說後續的延伸 我是覺得 還是需要 花一點力氣 那我發現有些同學 其實還滿認真的 就是回去的話 會 很認真 像 上個禮拜 就有同學已經把 他 我們現在下個禮拜 最後一週 那可能要請同學 就是分享一點 就是 案例 那他已經寄給我了 OK 而且 做得已經相當 相當不錯 說他可以弄個簡報 他也把簡報弄出來了 所以下禮拜 基本上就會至少 有一位同學 可以到前面分享 OK 不過我覺得 就是講過 你們不要太有壓力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成很輕鬆的 然後甚至是 你做一個心得分享也OK 你上面 可以有些東西 也許你暫時做不出來 沒關係 甚至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吧 比如說你想要做什麼 但是目前還沒做出來 可是你要怎麼做 也許你可以把規劃啦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事情要 做之前 其實不是說只是缺 城市設計人才 而是還要 需要有人去做前置規劃 跟後續的 使用這個資料 的 這部分 所以其實你們學城市 當然另外一個觀念 你不是說你一定要自己 親力親為 而是說你學會這些東西 你有辦法 用 所謂的這種邏輯思維 可以跟 對方溝通 有沒有 比如說你需要 但是有些 很多人我發現 因為他沒有這方面 城市的思維 所以他說真的 他沒有辦法跟他對方溝通 你會發現真的是 雞同鴨講的還蠻多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們學過了 因為你至少懂嘛 我覺得你們的優勢就是說 你們將來在 其他的位置上面 你要找人家幫忙的話 你會比較知道 怎麼跟對方溝通 這一點 我覺得非常重要 在職場上面 其實真的雞同鴨講 狀況還真的還蠻多的 我發現我都很想到說 我幫你們 幫你們做翻譯好了 他講的意思不是那樣 是怎麼樣 因為實在是 我覺得兩個人真的是 想法落差太大了 OK 以至於說 一個事情本來很簡單的 但是最後變成搞得很複雜 然後他叫他做的 跟他聽到的 跟他理解的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做出來的專案 對方會覺得說 你怎麼做成這樣子 怎麼跟我原來想的 是差距這麼的大 那變成又要重新調整 那一來一往 那其實是相當浪費時間的事情 有沒有 所以其實 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要能夠理解 這種程式思維 OK 另外當然反過來講 也不是說 所有東西是只是看到程式而已 很多時候還是要回到人的身上 因為你要做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解決人的問題 有些工程師 腦袋裡面就是程式 然後跟他講什麼 他就是 沒辦法 可不可以 不行 沒辦法 不行 那我找你幹嘛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你要換位思考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換位思考 對 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千萬不要只是 單一方向思考 這點其實是蠻重要的 只是說 這兩者之間怎麼樣把它搭上橋樑 所以你們現在學的啦 如果你 不見得可以寫出程式來 沒關係 你至少可以扮演一個 好的橋樑角色 這是蠻重要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再把這個部分延伸 除了可以下載水泥個股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程式底子夠的同學 試試看 再寫個回圈 有沒有 把那個 本來一一的部分 改成一個變數 然後呢 可以把一到五十二的 所有類股 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在一個page上面 程式該如何寫 應該 會寫的不難 不會寫的可能要等我寫好 是不是 我已經不想寫了 因為我每次最後發現都是我在寫的 OK 當然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每天我只要看到有個網頁 這個網頁 我在想說這個網頁 就是職業病 就開始去分析 分析完之後開始寫 寫一下 寫出來其實還蠻有趣的 所以如果啦 以後如果你們有時間 我建議啦 你只要看到某一些網頁 然後你就試著做做看 卡住也沒關係啦 卡住你可以再把問題提出來 大家可以再討論一下 OK 如果這個都可以辦得到的話 以後不管你用 其他工具 我們現在都是用VBA寫啦 那以後甚至如果你要用Python寫 其實我是覺得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差別是那個語法稍微不一樣 甚至一樣可以套範本啦 Python 裡面其實會經常 提供同學範本 你就改一下嘛 反正你照著 一樣化佛爐填一個填空體 結果就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可以把那個什麼 剛剛的也許延伸一下 就是說 把剛剛那個什麼 當日行情的這邊 大家也許不要全部啦 可以大概一、二、三個吧 這三個、四個、五個 反正假設我希望 把這邊改一下 當然改的方法不外乎就是什麼 你就是把剛剛這個水泥 把它這個整個 整個複製一下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 這邊把它改成全部好了 改成 OK 然後主要是在哪裡呢 這個 這個把它改成什麼 第一次是一 第二次變成 二 那一樣就是你一定要 這個 只要 create 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 create 它會變成說很浪費記憶體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跑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可以從 這一行的下面 我們要按一下 enter兩下 打一個for 一般是i啦 不過i已經用了 J也用了 讓k好了 for k 等於 第1 到 52啦 如果52太多 我們剛剛1到3好了 三個就好了 nest 然後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讓它跑 那跑的部分是 就是這個要 跑 連到那個網頁之後 有沒有 然後等一下這個也要 去抓裡面的網頁 有沒有 抓到哪裡呢 抓到 這個底下 可是 所以第2部也許就是什麼 你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三調 印太都一樣 三調 C欄的部分 都固定的 所以 從三調 C欄 中間這一段 可以把它搬到回圈裡面 一般習慣是 搬過來就按個 TAB鍵 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改這個e 把e改成k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是什麼 delete掉 雙型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k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把那個 剛剛的e 變成k 那k不能直接放 因為它是個字串 所以我們要把它串在中間 用個變數 and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的話 去抓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它規則 理論上應該都會一樣 再來的話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第幾列 我們這邊是第i列 可是問題來了 i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 我第一次抓 它理論上應該是 2到9這個 那底下再來的話呢 如果還在放在同樣位置的話 那會被蓋掉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邊 會需要 把這個i 加1這個變數 改成在哪一列 改的方法的話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我以前習慣是 K K用掉了 也許再加一個 加一個 KL M 加一個M M等於1 等於1 意思是從第1列開始 然後呢 讓它怎麼樣 這邊的話就變成M 然後 每跑一次的話呢 就 就是M 等於M 加1 要它往下一列 有沒有 這邊可能不能是 M等於1應該是把它放在 回圈外面 為什麼要放回圈外面呢 因為如果我把它放在 這一邊的話 有沒有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變成 它跑到這邊來 M又等於1 然後又從第1列開始 那不對了 OK 所以 所以 M 不過M應該等於1 等於1 OK 所以我把M等於1 寫在最上面 這樣會比較保險 看起來應該程式都寫完了 OK 那其實 當然呢 你改完成之後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其實就RUN一下 然後再組行組 我的習慣是改完之後 我再把它跑一下 所以剛剛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1 多增加一個什麼呢 這個 for i 等於 1 當然1到52啦 不過52太多 一個NAS OK 然後把中間這一段 怎麼樣 翻到這邊來 然後縮排 然後並且 把這邊 等於1 把它改成 這個 改成什麼 改成AND K 有沒有 OK 本來是1 把它改成K 就是這個 它第一次放過來是1 第二次放2 一直類推 然後往下抓抓抓抓 那 因為呢 如果原來是i加1對不對 是列 i等於0嘛 等於從第一列看 那不對啊 每次 那所以啊 要記得要往下的話 那就可以這樣 就是說 沒抓一次 那 記得m的話 等於1開始 從這邊開始 然後 一直往 這樣應該都OK的 我們試一下 如果 我的習慣還是 按F8 就讓它 組行組行 清除吧 然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那個動態去做程式調整 這個K等於1嘛 所以 就說K進來了 OK 讓它等5秒鐘 OK 5秒鐘 應該多個0嘛 然後抓 ul 抓li 然後分別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那m應該等於1嘛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也沒錯 那m的m 不對 那加1的話呢 變成 它變成放在 我看 應該說 下一列 不對 那這個應該放哪裡 應該是 這一行應該是放在 當這個回圈 跑完之後 再加1 不然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 這樣應該就 同一列 OK 對 這樣就OK了 不過 這就錯了 再停止掉 重擺一次 清除 一次類推啦 反正就是 讓它 只要遇到問題 那我就修正 所以 這個m 等於 m加1 記得要放在 這個 第一次回圈跑完之後 第一個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如果沒問題的話 就讓它可以往下跑 那我的習慣是 這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再來讓它全部跑 等到跑到第2個 有沒有這個先下載了 那 K等於2 就換成下一個 然後讓它往下跑跑看 如果 關鍵時刻來了 如果下一個也可以跑得到 我們要的位置的話 m等於9 那表示 我們位全了 OK 沒錯 這是下一個 所以你看 一直往下 加一個 這個位王 這是食品的 有啦 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三個 就應該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全部完成 看一下 然後再 有啦 這上面這個也有了 因為我們最後是插入一列 然後把標題寫上去 然後就這個是 這個是水梨的 這個應該是食品的 OK 然後在底下 再來是塑膠的 OK 塑膠的話 台素 南亞 OK有了 那這樣的話呢 資料呢 1到3就可以抓下來 當然我們不要野心太大 不要1到52 因為1到52的話 第一個會跑太久 第二個的話 他到時候 Yahoo股市的網站 把我們封鎖 就麻煩了 OK 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程式呢 我也一樣 會把它 再 放到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給各位參考 主要就是多了兩個變數 一個是K 一個是M 有沒有 就大功告成 其實應該沒有很複雜吧 而且有些程式 基本上每一次寫的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有些時候 說真的 一招辦事 就夠了 你不用說把程式寫得很華麗 寫得好像很厲害 但實際上 別人都看不懂 最後連自己都看不懂 那就麻煩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部分 呢 呢 感谢观看